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三下午的3点08分 加权指数今天大跌142点 最多跌了164点 今天一开就开低了 开低很快就杀下来了 大家应该都看到昨天晚上欧美股市的大跌 所以很多人吓到 被欧美的大跌给吓到 今天台北股市跌142点 142点是怎么样 是从4月20号这一天以来 跌幅最大的 4月20号这一天跌了191点 那这天为什么跌191点还记不记得 一定都忘记了 因为很多人事情过了就忘记了 受伤结痂 跟屁都会留下疤痕 行情再走你一定要记得过程 才会相同的错误一直在 重复再翻 4月20号这一天就是台积电 在19号法说会完了之后 隔天直接大跌6% 把台北股市给拖下水 记不记得这一段 当时我讲台积电惹的祸 全球股市在涨之后台北股市被打下来 台积电惹祸 中美股市大跌 让很多人今天一开盘之后压力很大 跟着就杀出来了 昨天从哪里开始跌 昨天从德国 欧洲开始大跌 欧洲德国昨天大跌了195点 英国跟法国昨天跌幅也都达1.2% 因为昨天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过了 昨天主要原因是因为欧洲 意大利跟西班牙政局动乱 有改选的问题 意大利选举完之后 阻隔阻不起来 阻不起来的结果有人喊出 重新改选 政局只要一乱 经济就容易动荡 经济动荡股市也就会受影响 这个都是画上等号的 这都有关系 西班牙现在也在乱 很有可能会提前改选 所以这两个问题 把昨天欧洲股市转播都扭乱 跌幅都超过1%以上 跌最多当然是意大利 跌了2.65% 你不要小看意大利啊 意大利是欧洲里面 第四大 第一大德国 第二大英国 第三大法国 第四大就是意大利 第五就是西班牙 所以第四跟第五 昨天出现乱象 那么欧洲股市全部会压回来 尤其在银行股的部分 因为意大利有很多国有银行 关股银行都只有大量的国债 那你政局一乱 国债一定大跌嘛 对不对 哪个国家乱的时候 谁敢握他的一个公债 所以国债大跌 银行股蒙受其害 所以昨天欧洲银行股 跌幅很重 这是重头 这是主要大跌的原因 欧洲最大的银行 也是德国最大的银行 德意志 德意志在上个礼拜 我跟大家讲过 全球要裁员7000人 整个状况不是很好 昨天也大跌 那这影响到美国的部分 美国昨天也大跌了391点 你看欧洲今天开盘之后 已经很快就闻下来了 那美国昨天 一开盘之后 因为欧洲美国国际之间 本来就是互动的 道琼昨天最多跌了 506点 售盘跌391点 那这拨的东西 你要看清楚啊 有时候指数涨跌 它是一个表面的 你要了解实际深入的内容 昨天美国股市跌最重 也是在银行股的部分 因为德意志银行 在美国有挂牌交易 在美国挂牌的德意志 昨天大跌了6.5% 所以把美国的银行股 倒进去捞来 昨天美国银行股 普遍跌幅3%到4% 好重喔 跌最多的是大摩 这一批 不是这一批摩根 这一批摩根是小摩 大摩根是摩根斯坦利 昨天大跌了6.5% 那银行股本来就是重型部队 就像拳击手一样 好都是重量级的 台湾的银行股也是 台湾银行股只要一大跌 整个指数也会被拉垮下来 全市跟我们一样 那昨天银行股大跌 本来对于指数就有加重的一个效果 另外油价最近也很弱 最近国际油价从70万美元 跌到66美元 石油公司也很累的 石油公司也是重量级的 你如果规模不够大 你还没有办法在全世界探勘 所以这两个重量级的族群下来之后 整个道琼工业指数 昨天跌的还蛮多的 可是跟台湾关系 比较直接是什么 不是银行啊 不是石油 是什么科技啊 昨天科技股的部分 NASDAQ0.5% 非诚办法体0.9% 其实影响没这么大 所以对台北股市来说 其实昨天美国股市的下跌 我们冲击是没那么大的 挺好意思吧 因为科技股是强的 你看昨天美国科技股里面 脸书是涨的 推特也是涨的 亚马逊加过看 亚马逊也是涨的 苹果只跌0.3% 一点点而已啊 英特只跌0.2% 也一点点而已啊 微软昨天也跌0.2%而已 0.3% 反而跟台湾关系比较密切的 TESLA大涨1.7% 美光昨天涨2% 最多跌到4% 所以昨天以美国股市来看的话 跟台湾关系比较密切的 其实都没坏的 所以就要你说 我们台北股市今天 应该是更安定 更稳的 可是很多人看事情 只看这个表面 看到欧美大铁 可以开盘菜味道先带着说 这样是有点鲁莽啦 你要改变 多注意一些深层的位置 多深层注意一些 比较深入的地方 才不会去做出错的判断 那昨天最强的是美光 美光昨天盘中最多 大涨到4% 收盘大涨2% 你看美光昨天 逆着大涨 美光涨幅已经 又创18年新高了 又创18年新高了 64块美金吗 光是5月份 美光已经大涨了36%了 5月份大气36% 我们台湾这边上 谁会受影响 你看望宏间 开低就上来 最近外资在望宏身上 失利也蛮多的 望宏5月份涨幅只有4%而已 2%3%4%而已 差很多 所以望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只要47.7%过关就会出去 你看我们强胖初期在这里推荐的 我们强胖初期大家推荐的 哇 华邦店 今天就比较弱 因为华邦店价格比较便宜 很多散户在里面 华邦店价格逆势跌 很可惜啊 美光在大涨 华邦店反而相对落后 华邦店我们是17.6买 18.4加码 昨天来到最高 21.5 好我们 这样多多 几% 我们来看一下 21.5 我们17.4买的 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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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21%也不错啊 但蹲下来之后 以目前 华邦邦店 华邦店这个月 涨幅8% 而已 跟美光 南亚科 2046章 2046章 南亚科 你们也知道啊 我们 78.5 企业到19 27% 93.5 企业到18.7 14.5 又15% 两端到那天也42% 但华邦店最近在这里震荡 因为指标高了之后 你要让指标修正 下一波再工程会有力量 外资最近也是继续在买华邦店 所以最近美光的行情 美光如果继续涨的话 这些都会被抓出去跌 你可以特别注意 好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普遍都还蛮弱的 亚洲股市的部分 受到欧美大跌的影响 南韩 日本 香港 新加坡 中国大陆 尤其大陆间跌更重 分别跌2.5%跟2.8% 因为接下来6月2号到6月4号 6月2号到6月4号 美国商务部部长 要到北京去做 下一波的美中谈判 贸易谈判 上个礼拜美中贸易谈判的结果 美国占尽了便宜 大陆做了适度的让步 那好戏当然是要继续演啊 所以在6月2号到6月4号 美中要在北京谈判前戏 你看川普又来了 这可能真的消消 美国对中国又提出贸易清单 课税的清单 500亿的清单 实虽自卫啦 吃到丁 然后又再度 把姿态给摆硬 那本来川普就是这样的人 欢喜欢动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长期看他的一个表现 那既然前一波上个礼拜 谈判的结果 中国已经有让步了 那就轮头浸骨啊 所以下礼拜的谈判 在谈判之前 美国又把态度给硬起来了 那这个对于整个大陆股市来说 这是今天大跌的主要原因 可是大家都知道川普的一个情况 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这个也不会太久啦 这个也不会太久 大家愿意谈判 那么就有妥协的机会 最怕就是连谈都不谈 最怕就是 就让两岸的问题 一直不愿意不接触 不谈判不妥协 那状况就越来越恶劣 那美中他愿意谈 就能够找出折中点 对于行情来说 最后比较好的一个转换 那在行情没落幕之前 随时时期比落的一个变化都会有 那当然这个 今天大陆股市两岸三地 尤其是大陆跟香港是坠落的 受到这个的影响 好 回到台北股市的部分 台北股市今天跌142点 你看起来很弱 昨天卖压已经出来了 昨天我就跟大家讲过 昨天被动元件开盘就很厉害 礼拜一被动元件大涨 昨天一开盘就杀盘了 这就是不尋常的地方 所以我昨天讲说 最后的股票 隔断工大家买的 那坐在这里 就不好啊 对不对 今天买明天都赶快卖出来 或者当天买 当春都杀出来 被动元件有一半都在做当冲的 那是一个很不稳定的一个状况 我说过 股票要稳定要怎么样 每个人买进去都不想卖嘛 那个才是稳定嘛 所以如果每个人都当天再冲来冲去 或者当天买隔天就要卖 那是不稳定的现象 所以昨天卖压已经出来了 今天国际又是大跌 又是大跌 今天卖压一定是比较重嘛 卖压比较重才会跌142跌嘛 可是今天是强中 弱中透强哦 今天是弱中透强哦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为什么叫弱中透强 你看今天行情哦 上市贵里面 跌停板的加速竟然只有一加 只有一加跌停 要捷那个是TDR 存托平征那个不算 上市贵里面600家只有一加跌停板 叫东迅 股价只有两块钱 这种股价涨跌跟大盘没什么关系啊 第二名是文茂 跌了7% 金利科跌7% 那富翼得跌6% 大盘跌142点竟然只有一加跌停板 你知道跌5%以上的公司 10家而已 跌3%以上的公司 65家而已 奇怪 大盘跌1%以上的公司 跌1%以上的公司 跌1%2%的 跌1%2%的 跌1%的股票很多 跌2%的股票也很多 所以今天是跌幅平均分散 真正卖压重的少数几家而已 这样看得懂吗 这是我所说的 弱中透强 本来今天大涨的股票 涨停板了这么多 大盘到底是漏了 怎么那么多涨停板 今天涨停板的加速竟然有高达 35家之多 大盘跌140几点竟然高达35家涨停板 涨5%以上的公司 涨5%以上的公司 竟然更高达了 竟然更高达有75家之多 涨3%以上的公司 也有129家之多 今天是大盘大跌 怎么那么多股票大涨 但今天大涨股票里面 有一个比较大的特色是什么 较低的 落后补涨 对 都是一些投机股 跟落后补涨股很多 那这也是你要自己 小心一点的地方 这种投机股 落后补涨股 在做的时候 你不要过度期待 坦的都在照 坦的都在照 那今天大盘跌142点 竟然这么多大涨的股票 是我所说的 落中透强 总定都是在个别股心胸 所以你不用受到指数的影响 重点还是在个股 你看我们的股票 台泥 昨天外资也在大卖 雅泥 今天也是很稳定 没有被大盘给拖累到 你看大盘 就尝到这样也没影响 我觉得跟大家讲过 外资一直在买雅泥跟台泥 外资一直在买雅泥 也一直在买台泥 昨天又买了七千多张 四月份开始第二季 水泥股开始进入旺季 美丽水泥股 从四月份开始进入旺季 进入旺季 进入旺季行情会站在 雅年我们对二十九块开始说到现在 我不要再浪费时间 浪费时间讲那些重复的东西 变得更不容易 你看今天六一八零的游戏团体股 今天游戏团体股也很强 大半楼游戏团体股也去 不是橘子而已 游戏团体股里面 Oh my god 志冠 网龙 星象 橘子 包含 6111 大鱼枝 都没有受到 大盘 弱势的影响 因为即将进入旺季了 即将进入旺季的产业 起来就不久了 怎么还有时间能拨 你看橘子 咱说多久了 也没多久了 咱们开始讲的 六十五 六十六尾 百亿去到最完 来到八十四尾到 哎 三到你一趴 三到你一趴 今天开地走高 但短线上指标要修正 夹一定要切叠的 你不要去队关 等压回之后我们再来买 所以重点在个股 你往个股去找 就对了 你看今天包含强势的股票 今天被动一定都比较弱了 今天强势的股票里面 来得中环 这有什么特色 这有什么特色 2018台北国际电脑展 2018台北国际电脑展 六月五号到六月九号 下星期二和下星期六 这是年度重要的盛会 全球每年三大电脑展 六月台北国际电脑展 九月德国汉诺威威 十二月的美国拉斯维加斯 三大电脑展 当年最强的科技最新的流行 都会在现场秀出来 所以年度三大拜拜 那台湾六月电脑展是最重要的 每年至少四万个国际买主 会来台湾参观 参观完之后会下订单 光是那五天的时间 至少会有四百亿美元的生意 戳合 所以对我们台湾来说 是大拜拜送贿 对谁有利 对电子股有利啊 电子股一年一度的大拜拜 你看最近只要跟十大话题 十大主题沾上边的 都大了 虚拟实际AR VR 有做VR头盔的 你看宏达电那么烂的股票今天都涨 对影音设备 游戏软体 最近游戏软体股也很强的我 你知道游戏电竞的部分 游戏电竞的部分 电竞是越来越热门啊 根据票权统计的结果 台北市是全球所有城市里面排第四名 特别关注的 因为每年的游戏软体的活动 都会有大型的商商业活动 那都会有现场买票进去参观人家比赛 台北市是最热衷的 第四名 电竞 即将在亚运被纳入正式比赛 下一届的奥运 有可能也会把电竞给纳入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商机 这两年只要投入电竞的 不管设备或竞赛的 获利都大 你看包含维星技嘉耀月 对不对 鸿基华硕 银叶达他们都有投入 获利都很明显的浮身 今天这个主题的股票 也都不受到影响 云端储存 所以中环来得 去给你看 你会发现到 跟这有关的族群 机器人 跟物联网 最近都在走电脑展的行情 你有注意到吗 包括今天那些都同样 所以这是一个大拜拜的盛会 下星期 台北国际电脑展 每年电脑展会怎么样做 你知道吗 你有研究吗 不然我就很可惜 我在礼拜六 六月二号 大家找你 礼拜六 早上在桃园 下午在台北 我特别为大家准备了这两场讲座 六月台北国际电脑展 大行情来啊 六月台北国际电脑展 大行情来啊 到底电脑展的行情是怎么样的状况 你们都没在注意 很可惜 台湾很重要的一个盛会 我有30份奖益 奖益里面 我把历年电脑展的行情 历年电脑展的行情 收入在里面 让你看了之后就知道 接下来大行情 是什么大行情 今天开始接收约报名 报名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30份奖益送完为止 大家进来报名 礼拜六的讲座 接着大家分析到这里 祝您操作顺利